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恩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 臭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费萍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加油价值数呢 今天最高来到17,336点 最低在17,268点 收办的时候跌了7点哦 来到17,287点 总值也来到2490亿元 好 这个礼拜结束了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这样子的一个盘式 个股要怎么样子 跟着老师一起来赚钱呢 赶快请教我们专家 罗老师 周末时刻啊 那先跟大家说声周末假期愉快 是的 那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在上个礼拜 几涨了单周啊 涨了526点之后 那这个礼拜似乎了 陷入了一个比较狭符的一个整理 除了说礼拜二又创了一个短线的新高 来到17,421之外 那我们看到从礼拜三 礼拜四 一直到今天礼拜五 那似乎就陷入一个狭符的一个整理 那其实整个礼拜来看 其实高低的一个政府 其实也不过就是不到300点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 涨多了 这个稍微喝杯水 喘口气 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那当然今天呢 比较美中不足的 是今天这个加权指数大盘的部分 集中市场 它跌破了五日线 那当然破了五日线 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些警觉性 破了五日线是不是对短多上面 是有一个受挫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样子了 好的 破了五日线 当然对多方来讲 确实会有那么一点失分的一个作用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在11月21日 我们刚刚提到 礼拜二这根关键红棒的一个低点 其实那边也有一个小缺口了 那这个低点 这个小缺口的一个上缘 就是这个红棒的低点 位置在17239 如果17239 它并没有被跌破的话 纵使今天跌破了五日线 我认为了 就极短线来看的话 多头它的气势应该不至于会被改变 这第一个 我们要去看的第一道关卡 就是我说短多的 一个所谓的强弱的一个指标 那再下来 往下还有一个缺口 那就是在11月15号 当时这个缺口的一个上缘 在17034 一样是这根红棒的下引线的一个低点 位置在17034 那这个缺口的一个 所谓的下缘那个部分 在16946 那一样 这个缺口 如果说没有被填补的话 那么就中线结构来上 来看的话 那对多方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 换句话说 当然今天破了五日线 大家难免会有一些疑虑 但是如果说这两个缺口 没有被破坏掉 那我认为 目前就短中线来讲 多方它还是握有相对的一个优势 整个盘面的结构 我认为还不错 但是 要注意 并不是说 今天整个盘面的一个结构还不错 那大家怎么样 随便设个飞标 叫一只星星来设飞标 你就一定能够赚钱 那没有 其实纵使现在盘面的结构不错 可是你要真正能够赚到钱 那还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盘面轮动的速度非常快 那既然是盘面轮动的速度非常快 我也跟各位讲过 你心态 第一个 你要先把它给扶正起来 你不要老想 不要想梦想 我一夜就要致富 但是不要想说一夜致富 那也不是说就没有赚钱的机会 我说你只要方法对了 基本上 在现在整个盘面结构 还是倾向多方有利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赚到钱 基本上这个机会 这个几率还是相当高的 那至于叫什么叫做对的一个方法 除了我过去一直告诉各位的 除了节奏的掌握 买点跟卖点的一个精准掌握以外 最重要的 我说过你选股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 你不要去追那些已经涨了一段了 然后结果大家怎么样 现在全市场的专家 权威 每天都在节目里面告诉你 哇 这多好都多好 你看这么多专家权威都在讲 这张股票有多好 这么多专家权威在背书 那应该是没问题了 那你去买看看 你买进去那一天 可能就是你套牢的开始 真的 不是说股票不好 而是我说的 大家都在讲 那也累积了一段的一个涨幅了 那你今天再来 你跟人家在低档买进的 你的成本高人家多少 你成本比人家高 是不是你风险就比人家高 你风险比人家高 就代表你的胜算就比人家低 这家如果说轮动很快 人家随时有赚钱的随时会跑一趟 那你这个时候进去 对不对 当然马上就会被套牢 所以我说过不是这些股票不好 可是至少如果说这些股票 正在涨 大家都在追捧的话 那么你至少这段时间 你不要去理它 等它拉回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买进 又或者你直接选股怎么样 你就选择怎么样 位阶相对低的 对不对 位阶相对低 我说你的成本低 你的胜算大 而且位阶低 你可以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未来一旦发动 除了空间大 因为你能买多你是重压 你当然能够赚得更多 你当然才是真正的一个赢家 所以位阶低 很重要 位阶相对低 那再者怎么样 就是筹码要干净 因为我说 为什么刚刚我说 当大家都来货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一窝蜂去货 因为大家都来各路人马 齐聚一堂 你认为这个筹码会干净吗 不会 一定不会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筹码只要是乱掉了 它一定就是要整理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去找那些筹码干净 像我们刚刚讲的 在位阶相对低 还在底部的 又或者经过整理之后 它位阶降低的 那这些不都是筹码干净的吗 那筹码干净 未来它上涨的力道 那也会比较强嘛 所以除了位阶低以外 筹码干净 也至关重要 所以你掌握到 位阶相对低筹码 又干净的标的之后 然后怎么样 按部就班 什么叫按部就班 我一直告诉各位 这很重要 对 刚刚我也告诉各位 你不要老想说 我今天买下去 今天我就要涨停板 我今天就要创新高 不是说这种行情不可能 而是现在这个结构 对 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太容易发生 不太容易 重许你要去拼今天 已经涨了七八八 你说会涨停板的 但是我告诉你 明天可能就得套赛 对啊 我这样取一档股票好了 对不对 昨天不是很强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专家权威 都在告诉你 他有多好的哪一档 五三五一的预创 预创 昨天涨停板 有没有 有 很多人都是在七八八 甚至于九趴的时候去追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它涨还跌 跌耶 你去追什么七八八八九趴 今天它跌多少 今天它跌将近三趴四趴了 甚至盘中低点还跌了五趴了 你昨天赚的还不够 今天赔了 真的 对不对 你说股票不好吗 怎么会不好 股票好啊 我也认同它是好股票 可是你买点不对嘛 方法不对嘛 所以我说过 纵使你掌握到一档好的标的之后 你也要怎么样 你也要按部就班 什么叫按部就班 就是股价还没有发动 还没有喷出之前 对 你就逢低 在低档的时候 你先布局 就好比我说过 春耕夏云 秋收冬场 对 在春夏的时候 你就是该耕耘 对 就好比说一档股票 还没有喷出之前 你就是布局 对 你不要老想 我就是要收成 我就是要收成 你前面没有耕耘 你前面没有栽种 你后面你要跟人家收成 你从哪里来啊 对啊 对不对 这果实从哪里来啊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方法 你看我们近期 对不对 我们布局的一档股票 我从头到尾 这一两个礼拜 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布局这档股票 我也没有每天 跟你变来变去 你说它大涨没 没有了 它是慢慢的垫高底部 慢慢的垫高底部 到昨天的一个高点 如果说从我们开始推出 开始买进到现在 如果说从低点 这样算起来的话 大概15%了 你说15%是大涨吗 不好意思 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你说15% 你有没有赚 15%来好歹 一根半的停板 我昨天跟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你昨天去追预创的 对 你今天得逃灾 你今天你真的有赚钱吗 可是你按照我的方式 你去追盘面最强的股票 不是说它以后不会再涨 可是短线你就会被修理 没错 短线被修理 你换我钱也不错 对啊 不开心 可是你按照我们这样的 按部就班的方式 你看 你跟着我从头 就开始慢慢布局 慢慢布局 我不敢讲15%很多了 但是 我们说一个 比较没数 对不对 你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从我推出这一档 一叉八叉以来 当然15%你说我满不满意 我也不满意啊 怎么办 我就是看好它未来有大空间 对不对 我才买它 那为什么会有大空间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对不对 那你说15%我纵使不满意 但是我说过 你自己算一下 从我们推出以来 对 你可以去说 你今天追的盘面的这些 专家权威 民师民队 他们所带你买的 这些追高的一个股票 对 你有哪一档 你真正赚足15%的 你告诉我 有我 恭喜你 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 你看 你按照我的方式 纵使它还没有正式的喷出 还没有正式的大涨 可是15%至少怎么样 你握在手里面 你是不是已经先利于怎么样 已经先利于不败之地了 让我们昨天也讲 你只要未来 随便 一喷出以后 对 我们不要说三根掌停 不要说两根掌停 你就说一根掌停就好了 哪怕只有一根 你现在已经15%握在手上 随便一根掌停 这是25% 对 这个行情 看25% 也流口水了 对不对 那万一 它是跟其他人比较 什么叫其他人 还记不记得 我说过 跟它有同样题材的连结的 包含3548的照例 还有3376的新日新 有没有 还有6508的富士达 是 这些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大家都在讲 像今天赵立 又创了一个波旦新高 来到232块 对不对 所以我讲这个 这个族群 这个题材 到目前为止 还是市场上 大家所兢兢乐道的 一个状况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些股票 它好 大家都知道了 都在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它是好股票 这毋庸置疑 可是问题是 我们刚讲 这些股票 除了都在创新高以外 它涨幅都多少了 你以照例来讲 这一波从97涨 涨到今天 又来到多少 232块 这一涨 已经涨超过1.5倍了 是 对不对 对 好 那涨1.5倍 你这个时候来买这些股票 我当然不是讲说 你去买一定赚不到 只不过 你现在来买 你跟人家比起 人家当时90块买的 你的成本高人家多少 对不对 对 那你认为 你的风险 有没有比人家高很多 你未来 你的胜算 是高还是低 你自己去计算一下 当然我不是说不好 对不对 一样嘛 新日新 从这一波的低点82块6 涨到这一波的高点132块半 这一涨一涨了50块以上 涨了61% 这个61.5% 涨了超过六成了 对 不是说它不会涨 但是你这时候来 你跟人家 比起人家当时买在82块的 你的成本高人家六成 对 你的风险是高人家六成 没错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有多少胜算 你自己算一下 对不对 富士达也是一样 一挂牌以后 哇 每天冲每天喷 对 短短 这个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已经涨了50%了 对不对 那没有错 你今天你说我来买 可能还有机会 当然有 问题是 两个礼拜涨了50% 人家买在200多块 买在二字头的 更不要讲在未上市的时候 人家买得更低的 有没有 有 你现在四字头来买 你的成本高人家 几乎都快一倍了 对不对 你认为 你的胜算会有多大 好 所以与其去追这些股票 我说过 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跟他有同样题材连结的 目前股价相对低 涨幅也只有相对15%的 这档一叉八叉 你想相对的 是不是你的胜算也大一点 而且空间也大很多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天文们 在对的时间点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好的股票 就有机会能够赚 波段好行情 最后天文们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到底要怎么样 跟景老师的脚步来布局呢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您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 龙敏老师 在节目当中 常常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有机会 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能够赚到波段好行情 所以今天我们 什么叫做用对方法呢 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在大家都还不知道 在当股票的时候 老师已经带着大家 进场来布局 然后大家都已经 在讨论这张股票 我们已经赚到第一波了 对不对 准备赚第二波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 分段操作的方式 可以规避掉 转战的修正风险 可以加大我们的 获利空间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把 我们在股市当中的 主动权 抓在我们的手上啦 所有听伙伴们 不要忘记咯 股市当中呢 买点很重要 而且在股市当中 输赢两大的重点 一个在于筹码 另外一个在于心理啦 所以呢 在大跌的时候 很恐怖 但是呢 可能是一个机会 在大涨的时候 很开心 老师也说了 可能是一个危机 跟进我们的专家 罗宾老师 是您最好的选择 到底接下来 该怎么样跟进老师 来布局我们的下一档呢 先把老师的Lighter 加到您的手机里当中 手机打开 Lighter打开 搜索部分输入 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定要跟我们联络上 有了ID不会加入 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0223659333 欢迎您播通 最后的广告 记得要跟我们联络上 好听的歌曲 Rick Astley 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最近他出新专辑了 我们来欣赏 他的第二张专辑 Together Forever 收听我们的频道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沸屏 为您要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 乔述路老师 继续回来了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怎么样布局 来布局好股票 跟着老师来转 不断好安静老师 我想这个礼拜 当然整个台股的一个表现 没有上个礼拜的一个强势 但是我说过 整个盘面结构也还不错 但是也不是说盘面结构不错 你就随便做 就能够随便转 我说过 至少你方法 那也一定要对 什么叫方法 就是第一个 选股 找位阶相对低的 筹码干净的 而且是要按部就班的来做 就好比说 你看我们现在所定的 这一档私房标股 是不是要按部就班的 对不对 大家还没有发动之前 我们就是连续的一个布局 你看从上个礼拜 讲到这个礼拜 至少也有将近两个礼拜 让各位怎么样 可以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 对不对 好那我们刚刚也讲 为什么我们这么看好 这档股票 我说过 第一个 它位阶相对低 为什么位阶相对低 比起跟它同族群连结的 同样的题材连结的 人家少的已经涨了五十几% 是的 多的甚至于 就涨了超过1.5倍 那你说它有没有涨的道理 对不对 你说那它会不会就是 刚好那个例外 当然有没有例外 股市里头什么情况 都会发生 我们不敢跟你保证 但是我说过 我的责任 是要帮各位掌握到 它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我想我们跟各位 超级比一比 比了很多次 对不对 你说前面那些 涨1.5倍的 涨50%的 涨60%的 我说就以照例来讲 EPS5.86 涨了1.5倍以上 对不对 它的EPS 我们就讲1X8X 3.72 我好歹我的获利 也有你的三分之二 你现在都已经飙到了 两百三十几块 那我好歹 也有你的三分之二 就算我没有你的三分之二 我也有该有你的一半吧 对啊 你的一半好歹也要 一百一百二 我现在的股价七八十块 你认为就合理吗 不合理 那如果从七八十块 涨到一百一百二 空间很大哦 你认为空间大不大 对不对 对 那你认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例 对不对 因为题材都一样啊 对啊 对不对 获利我没输人 没有输你 对不对 你如果说获利没输人 来 另外一档 新日新我们刚也比过了 对不对 你看 这段时间从八十二涨到一百三十二块 半涨了六十几% 对 它前三季多少 前三季三点三二 我们的四方标股前三季多少 三点七二 还赢他 然后请问各位 三点七二没有比三点七二来得高 有 但我比你高耶 对不对 结果你的股价在一百三那几块 外股价在七十块 七十八十块 我的好 我不要说比你高 那至少 我跟你同一个level的 我至少也要一百三吧 对 那如果说我现在七八十 我涨到一百三 你投资票你自己算一下 它未来的空间可能会有多大 好 对不对 另外我们再比6805的这个富士达 对 对不对 富士达赚7.48 那这档就更妙了 7.48你把它打一半 刚好是3.7嘛 对不对 你说7.4减一半刚好是3点除以2嘛 对 三点 换句话说 我们的这档私房标股 它的获利刚好是富士达的一半 但是你不要忘了 富士达股价多少 四八四的四块 除以二 那有两百里的二块 对哦 如果现在七八十块的这档 我们的这个私房标股 未来向富士达比价 哇 更大的空间 我们不要说 起到两百里的二块 起到二字头就好了 对哦 对哦 这样有超过一倍吗 对哦 对不对 所以它有没有这样那个实力 有 对不对 我想各位你可以自己去评估 那你说它什么时候涨 我哪在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控盘者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过 我们做股票 我从来 好 我从来也不在乎说 这档股票我买了以后 它到底会找个两天涨 或者是晚个两天涨 那个不是我能够掌控的吗 对不对 但是我能够掌控的是什么 我能够掌控的是 它未来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它有没有未来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刚才跟你比较过了 你认为它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有没有这样的空间 如果有 那你就趁它还没有发动 人家都涨1.5倍 它只有涨15% 只有涨人家的10%而已 对不对 那你认为它就是机会 如果你认为是机会的 那它还没有喷出之前 我认为也都是适合 可以来做一个切入 对不对 反而是怎么样 现在没人讲 哪天喷出去了 当大家都来追了 大家都在讲 还有多好的时候 我反而就不建议各位怎么样 你再进来买了 趁它现在还没有发动 我认为到都是机会了 那想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一样 在我们的一个 古书平和LiteAd的官方账号 只要你告诉我 任何的语言 任何的一个贴图 你只要让我知道 你想要跟上 我就会带着你一并 来布局我们目前 正在布局的 这一档最新的四方标股 一叉八叉 好来听众们 想跟进老师脚步进场 来布局我们的 一叉八叉这一档好股票 还没有大涨 听众们 你都还来得及啊 赶快加入老师Lite 在对话框呢 给我们一个讯息就可以了 行动不忙行动 赶快加入 怎么加入 广告当中告诉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罗敏老师 跟大家说了 我们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进场 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能够赚波段好行情了 用对什么方法 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们这档私房标股 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大家都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 我们就带大家进场来布局了 慢慢跌高 现在呢 一叉八叉这两股票 已经往上涨了15%了 但是还没有发动 所以我们还没有跟上老板们 您都还有机会 不要忘记了 想跟上我们的这一档 私房标股的好朋友们 今天您可以加入 老师的LINE8 怎么样加入呢 来把你手机打开 LIN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记得对方框 要留下一个讯息 还有你的联络的电话 不管是室内电话 或者是可以找到你的手机 这样子呢 我们的服务员 才能够跟你联络上 来快点 我们赶快加入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对方 留下讯息 还有您的联络方式 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老师的ID 还不会加入的话 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服务员会帮助您 023659333 0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播通哦 等您来电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